大家好,我是拉仁哥 大家都經常聽我說香港的樓市 分析香港樓市 但香港的經濟不是只有樓市 而我們經常說銀行是百業之務 即是沒有銀行的支持,做生意很困難 所以我今集試試從三家銀行的年報 即是從銀行將,再與香港經濟把勻 但大家要注意,銀行出的年報 通常有延遲是三至六個月 所以我給你們的數據不是更新 是延遲了三至六個月 但我們都可以看到趨勢 所以今集的內容可以帶大家從雲觀經濟 去看看香港的經濟究竟有什麼慘況 在未開始之前,如果大家還沒訂閱 請幫忙收集,請贊同分享給朋友 如果有時間,請幫忙看完廣告去 多謝大家 我今天選擇的三家銀行 就是恆生、東亞和渣打 其實看銀行聯報一定有這個回計底 地產經濟未必會看 為什麼我不選匯豐? 因為匯豐這麼大 因為匯豐的年代是10月31日 即是剛剛一個月前 根本匯豐沒有這麼快公佈到業績 所以我就選不到 其實選匯豐是最好的 因為匯豐是最大的 中間都是年代10月31日 所以這兩家就選不到 所以隨便只選有年報的 這三家我都覺得有代表力 就是恆生、渣打和東亞 說明今年是孔年 所以我一定要看銀行 究竟有多少預期貸款 什麼是預期貸款 即是過了期還不到 我從恆生和東亞的賬 我看到 超過三個月以上的預期貸款 是急升了60% 那兩家銀行的年報解釋 就是因為很多客戶 它的數期已經超過六個月 那我下跳 即是六個月之後 就沒有提供數字 那你超過六個月 究竟是超過一年 還是超過兩年 這裏我不知道 總之它就說 今次的預期貸款上升 主要是長期客戶 都不還錢 至於這個渣打銀行 因為它剛剛做了一個撇帳 所以那個預期就大減了 現在的數字只能看到 預期了17% 即是換句話說 如果它不做的那個撇帳 就不知道多少 一定超過17% 那我也看不到它撇帳了多少 其實都有辦法找到的 你找回去年的年報 你一對比就一對比 它減值了多少 不過這裏很浪費時間 我就免費做了 那我只是說大方向 給大家聽就行了 我發現多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三間銀行 商業和個人貸款的業務 都是收縮了 如果觀眾讀過經濟學 就明白這個原因是什麼 那我再說一次 因為未必每個觀眾都有這個經濟底 它收縮的原因 因為在這個經濟衰退的時候 其實商業和個人都會減少借貸 但另一方面 亦都會增加了銀行存款 銀行存款 我不用跟大家介紹 阿翁先生經常都跟大家報 說M3多多少 M2多多少 所以大家都知道 銀行存款一定多了 這就是一個經濟衰退下的經濟表現 所以大家就不要上汪先生那套理論 什麼銀行存款多 將來就可以拿些錢出來賣樓 這些就是地產代理 不懂經濟的分析 以地產代理來說 存款多一定要賣樓 賣股不可以賣債不可以 如果你一這樣問他 其實這些說話已經不公自破了 至工商金融業的貸款 現在呢 恒生就跌13% 東亞就跌6.2% 渣大就跌了4.9% 這反映了什麼呢 其實人們現在是不敢借錢 換句話說 現在經濟不景 我借錢出來 根本我都沒有好投資 或者一些生意我都不敢接 我公司是沒有資金需求的 所以其實經濟越不景 大家不要以為公司會去借錢 現在的公司越不敢借錢 因為有訂單都不敢接 怕做一單失一單 所以大家看到前面 這個個人貸款又跌 這些公司貸款又跌 加上現在的工商金融都跌了的時候 換句話說 香港已經正式進入了經濟衰退期 好了 我們去看看這個破產數字 要看破產數字 我們要回去政府一個 香港破產管理處看 剛剛有一個最新公佈 在2024年1月份 個人的破產程程有753宗 按月就升了大約11.56% 按年就升了50% 也挺誇張 一月份有753宗過行破產 其實不是最多的 在過去一年來計 最多一個月份 就是二、三年的11月 當月的中數就有814宗 好了,我們看完個人 我們看看這個 強制公司清盤是怎樣 在2024年1月份 強制公司清盤是67宗 按月就升了63.11% 按年就增長了48.89% 在破產署的網頁 只能找到強制清盤 還未找到自願清盤 可能是未公佈的 可能遲些自願公佈 我再補回 大家看看銀行的數字 雖然它有一個滞後 是三個月至六個月的 但大家都看到趨勢 大家可以猜猜 究竟近這半年 或者未來這三個月 究竟香港銀行的情況 會否改善呢 其實我看就不會 會繼續惡化 好了,到這個破產 大家認為是否會改善呢 我覺得不是 仍然會惡化 好了,數字上 我們看完了 我們看實際上的事情 如果大家是走開街的 其實走過尖沙咀 旺角、銅鑼灣這些核心商業中心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 仍然有很多吉舖 吉舖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有些業主 以前收到高的租金 譬如收到100萬 但現在有人提供 20萬 你租不租 如果這個舖位是沒有按揭的 我覺得這個業主會租 但如果這個舖位有按揭的 他就不敢租 因為為什麼 你告訴銀行 你之前條約是100萬 一個月的 銀行才會借這個錢給你 好了,現在你說 你暫時找不到租客 你不可以說 突然間有100萬 到20萬的銀行 所以大家終於明白 為什麼現在整條街 尤其是旺區 這麼多吉舖都不租 10萬、20萬 都是租金 如果我們是業主 但你猜他們不知道 那些業主是怎樣 有虎無露數 啞口吃黃年 好了,吉舖另一個原因 就是什麼 不是業主不肯減租 也不是因為減了下來 有這個叫做高的問題 而是真的找不到客人 我們從之前的銀行數字 和破產數字 已經確認了 香港正式進入了衰退期 說明衰退 有一個什麼特色 人民就會減少借貸 和增加儲蓄 就是剛才我都說過 都說減少借貸 即是不會銀行借錢 即是不會做生意 即是不會做生意 就算有實力的個人戶 譬如我有十億八億 我也不會作亂投資 應該輸貴了怎麼辦 所以在經濟的衰退期 公司也好 個人也好 都是減少投資 減少借貸 加上有很多香港人 已經是移民走 我估計應該接近六七十萬 這六七十萬人不見了 也會把資金帶走 也不會在本地消費 所以店舖的供應 根本是過多的 好了,說完移民的人 有些流廣的人是怎樣 流廣的人分為三部份 一部份會去外國旅行 即是比較有錢些 去旅行的消費 一部份會去深圳 他們會選擇便宜 亦有一部份會選擇在香港的消費 所以大家都說 雖然仍然有人在香港消費 但大部份都不是香港消費 所以大家有時候看到 晚上真的少人走了 就算假期人比較多 是比以前很旺的時候 相差很遠的 本來我相證一條 好像三個月前 其實是四個月前的 這條片是 香港經濟分析 比較全面 即是全國香港 全部都說出來的 所有的行業 但這條片 49分鐘 我想都需要差不多要 兩三個時間 暫時都比較忙 我就沒有時間做 我試試逐一部份做出來 可能會比較好些 即是做了哪一部份 就放哪一部份 最後才會搏回來 那就可能比較好些 而我今天這條 從銀行漲看香港經濟 可以給大家一個清晰的概念 香港已經正式確定 進入了這個需退期 各位觀眾 就要檢視一下自己手上 現有的投資項目 究竟是否還有前景 如果沒有前景就盡快 因為香港接下來會越來越差 我希望今集的內容 可以幫助大家 思考一下香港現在的經濟 從而改變自己的投資行為 好了 今天時間夠了 今天多謝大家的收看和收聽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